继续吧 HTML简介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基本啥是一个HTML 大家现在在脑子当中 是不是大概有一个雏形 但是可能 然后这些标签 大家还不会写啊 不知道还有哪些标签对不对 我们刚才在说简介的时候 HTML是一些标签 那我们下面学什么 标签 是不是就学习这些标签 对不对 你这些标签要学完之后 你是不是一个前方就写了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块 第二块 就是HTML的一个基本标签的学习 一个基本标签的学习 首先我先为大家 然后整体的说一下 在基本标签这个地方 我为大家介绍多少标签 首先说基本标签 为大家介绍一个文件标签 文件标签 第二个 第二个为大家介绍的是它的排版标签 第三个是什么 块标签 块标签 第四个 文字 文字标签 第五个 清单 下一个 什么 图形 再加一个 最后一个 不是最后一个 面积标签 哎 再一个地方我说一下 这个字啊 看好了吗 这个字 面积这字 是这么写啊 你不要写不要写错啊 出去丢人啊 第八个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 表格 表格标签 OK 这是我们在基本标签这儿 学的然后 八种标签 八种标签 我们先看第一种 然后文件标签 那什么叫文件标签 文件标签 文件标签 什么叫结构标签 看这儿呢 咱写的吧 干啥 去点上它 看金钱 结构 结构啊 那什么叫文件标签 什么叫结构标签 是不是体现 结构标签 对 那它报告什么呢 你们说 它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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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知道的说是这样吗 对不对 来咱挨个看一下吧 说这个 HTML 这个标签 HTML标签 它啥 它没什么说的 其实它就代表一个 HTML文件的根标签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根标签 根标签 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第一张开枣 说这个has标签 它是一个头 对不对 也没什么说的 但是它有什么 包括什么器材 是包括咨询器 刚才咨询器 在叮个什么 包括页面的属性 刚才也为大家提到一嘴 说它 是不是得通过一个 TITLE 标签 这个HIT当中 它有一个TITLE TITLE 这个TITLE 它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页面的一个什么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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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个标题 写个标题吧 你写啥呢 比如说 我的 第一个 前面 前面 页面 可以吧 回到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再刷一下 这是我们那个 你看现在是什么 显示这个文件地址 刷一下 是变的 是比较友好啊 一个标题上去呢 这个标题就是通过什么 这个 XSO标签 XSO标签 回到笔记当中 到笔记当中 是吧 它就代表什么 页面的属性 对不对 代表页面的属性 这个今天咱呢 不用细说吧 这样架枉这个包裂吧 这包裂是干什么的 是 包括一些我们展示的内容 对吧 一些内容 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内容的 那在这地方 为大家然后提提 它有几个属性 它有几个属性给大家说一下啊 有哪几个属性呢 它有一个text 文本 这是啥 文本 文本 从表面看个文本 对不对 它其实是什么呢 是文本的颜色 怎么样 文本的颜色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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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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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大家演示一下 为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说 颜色吧 文本的颜色 还用我们这个东西 在这呢 再给我点几千秒 在包裂当时加属性吧 对吧 那第二是包裂的属性 OK 加什么 text就是 对不对 它代表颜色 那颜色 那颜色 在写什么色呢 C1 G1 G1 绿色 对不对 绿色 我们看一下 刷下页面 看到了吗 它变了 但是你看到这个 包子是不没变呢 对吧 包子还是猛色的 为什么 他用缝子 把包子 又给 对对 这个保险方式 是不是又给他指定一个颜色 是红色的 对吧 旧纪颜色 能明白吗 旧纪颜色 就红色了 这个不难明白 OK 继续 再再加一什么 加个BG颜色吧 叫BG什么 跟着说 跟着说 记住 红色的 红色的 红色黑了 DLVCK 黑色 对不对 红色黑 精简颜色 哎 我们刷一下 看到了吗 是不是背景一片漆黑啊 一片漆黑 这个背景颜色也完事呢 是不是还有什么 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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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们先准备一个图片 对不对 回到我们这个文件夹当中 在这个地方 为大家是准备好多图片 对 不算多啊 不算多 这个东西 BG 它就是一个背景 它是一个背景 我们就用它了 用它 然后回到我们这 这个这个这个代码当中 这 怎么写 我是不是入境文件 对 I M A J E S 这是包的名字啊 下转什么叫BG BG-R D P G吧 入境有问题吗 回到那边包 是不是这个文件在这呢 我是在这个下边的 是不是一卖的下车一张图片 所以我这么写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大家这能明白 我可以Ctrl C一下保存 回到页面刷一下 没有问题吧 可以显示这个背景图片 在一个地方大家也看到了 我如果加载背景图片的话 那是不是背景颜色被我盖住呢 那在一个地方 大家脑海当中是不是有个层的概念 是吧 我那背景图片要在那个背景色的 上一层 对不对 上一层 OK 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 文件标签 文件标签 讲完之后 但是再给大家猜一个知识点 猜一个知识点 颜色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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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颜色怎么写 刚才我们写的什么 是不是用单词表示的 所以说 他的第一种写法是什么 就英文单词啊 叫单词 单词吧 比如说你写什么呢 瑞的 对 二一 龟 绝色对不对 B-L-A-C-K 黑色 还是亮什么你们 Yellow Yellow Pink Yellow 我问你们 紫色怎么写 正强 死黄色怎么写 知道吗 死黄色 黑色 黑色 是不是雌雄呢 对不对 雌的 OK 就雌雄了 那用单词 这个是不是 他有一些缺点啊 就是我在一种颜色 一个颜色当中 他的深浅 是否我不好把握啊 明白吧 这就要我们设计 他的第二种 第三种的写法 第二种 他叫什么 叫一个RGB 三原色的写法 RGB 三 原 色 哎 你们现在上学学 还有那个 叫自然课的吗 有吗 没有自然课 是吧 小学小学自然课 是吧 是不是会介绍这个 这个三色 啥叫三色 会你们说一下吧 他从哪三个色 红 红 对吧 绿 他这个是不是R 是瑞的 哎 R怎么写E呢 RGB D代表什么 RGB B代表什么 是那个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的缩减 他的形式是这样的 他单中这个数是可以变的 明白吗 这就代表然后红色 绿色 橙色 对不对 这三个数可以变的 他的曲子是0到255 但是大家如果要问我红色 这个怎么表示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 25 对啊 你知道是吧 好 ok 那如果我在这写一个89 72 50 你知道什么颜色吗 是不是很难知道 对不对 很难知道 ok 没事一会我们有神器 给大家有神器 ok 这其实第二种不是经常用的 给大家介绍 有的时候你看圆码的时候 他的圆码就是你打开一个网站 你右键他和圆码 有的时候他圆码当中会包括这样一种写法 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其实第三种是我们经常用的 多少金色 26 应该是16金色 16金色 还这么写 第一就是数字 第二就是数字 第三就是数字 没有吗 这代表什么颜色 黑色 这哥们 还是不代表黑就代表白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颜色 这代表黑的 这代表黑的 那我也是随便然后写一个 比如说 什么 23 57 这代表 我也不知道对吧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他这个值最小是多少 0 是吧 最大多少 F对不对 是F ok 我告诉大家啊 在实际的开放当中 然后这些配色不会让你去配 有的时候网页都会让你去写 明白 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是这个美工人 然后 弄一个图 弄圆形 把这个圆形扔给你的 说 你把这个页面给我实现一下 明白了吧 当你实现的时候 你说 ok 没有问题 黑色还挺好看的 什么粉的呀 红的呀 但是这个粉的好像还不是那个正粉啊 用pink 凤的表 是这个赛的粉色 那我怎么去 去挑这个代码呢 是不是有这一个 对不对 我知道颜色 但是挑这个代码呢 我不知道对不对 ok 这有神器 有个表 不是有个表 有个表 那太原实了 神器神器嘛 你那就太原实了 那 这个点 看啊 看这个地方 我双击它 啥东西啊 看啥 这东西 神器对 我点什么啥 坑狗没坑狗 比如说放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一松 看 看看这种小红点了 看了 小红点 我松一下 然后查看 我们查看最常用的 有arteme模式 对不对 有atml模式 对不对 看到吗 我编辑 我复制 我考到我代码当中 我问吧 比如问你这些代码了 哎 那需要什么 举颜色 好 ok 它是不是就是这颜色 是神器嘛 这软件用好点的 特别好用 特别好用 ok 就是这什么 就是 它当中的 颜色的书写方式 明白了吗 明白是吧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ok 请个视频啊